大家早安 我第二个主题是幼儿园家庭与社区的沟通与合作 因为刚刚柯秋雪老师已经把融合的 从国际的趋势一直结合到台湾 我们现在可能需要再多一点着力点的 在机构里面主动性的激发 所以我想我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谈融合 那为什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融合呢 我们知道刚刚最后一张图是蛮重要的 最后一张图我们看到秋雪老师提供我们这个童心园 所以童心园这里面就以幼儿为中心 到家庭到社区到他上学以后的幼儿园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来想一件事情 一个小孩他从出生进入家庭 其实他不太需要谈什么融合嘛 因为他就是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当他需要想 当父母需要想到 他开始想到他要进入一个社会团体当中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点 那么因为各位与会者都是机构的伙伴 所以我们在机构里面大概会做的方法 比较是我们为起始 我们为开始 然后就是引接我们的小孩到社区的幼儿园当中 可是社区的幼儿园到底在这几年当中 对于融合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我们台湾在特殊教育法订定之后 在谈融合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他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是他们可以一起跟机构做些什么事情 来帮我们的小孩 也就是帮助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 在融合这件事情上面可以合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今天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在台湾的幼儿园 现在是60%到70%是私立幼儿园所 那么如果我们把私立跟公立 两个不同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机构的组合之下 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比较可以有一个暂时性的答案 也就是说融合教育的推动在公立幼儿园 这个概念已经不是陌生的 也就是从学前教育来讲 但是如果我们有百分之快70%的是私立幼儿园所的时候 其实各位我想会碰到各种不同的状况 我们需要去面对 如果我们是主动的开始者的话 好 那么所以这个议题我们先放在心里面 我也没有确实的答案 因为这是一个艰困的工作 什么叫艰困的工作呢 也就是我们私幼跟公幼所占的基础 或者是营运的方向 或者是整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暂时性的答案是 我们可能要把私幼跟公幼 变成两个不同的样貌 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取向来思考 好 这个跟我等一下的问题有关 等一下讨论的问题有关 所以我们先放在这里 好 各位先看一下 我们来 我们来剖析一下 在不同的单位里面 或不同的机构 包括家庭 到底我们的角色 有什么样的角色 在合作与沟通里面会串联起来呢 我把幼儿园放在前面 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融合对于孩子来讲进入家庭 当然我们要家长的心理调试 或孩子本身在成长的阶段里面 他的亲子关系或亲子互动 当然是需要调试 但是他不太需要讲到什么融合 因为他自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 所以幼儿园是很可能孩子人生当中 他第一个要进入到所谓的社群团体 也就是家庭成员之外 他需要面对一个他自己本身的 要去适应的一个社群团体 所以幼儿园其实基本的功能 我们最重要的是教育和保育 所以教育和保育 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讲 一定是最优先的基本的提供给他的服务 也就是孩子一定到幼儿园 他应该是有这个权力得到教育和保育 双重整合的服务 好 那么所以呢 当一个家庭的家长送孩子到幼儿园之后 他最基本的期待 也就是我在孩子的第一个接触的社群 或者是学校系统当中 我要成为孩子跟幼儿园最重要的 一个联系和沟通者 也就是说 在教育和保育双重整合的服务当中 家长的角色是什么呢 如果各位 你们在迎接孩子 机构也是一样 在迎接孩子进到机构当中 你们在第一天 或者是所谓的学校日或机构日 或者是新生的座谈 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妈妈啊爸爸 你们有没有什么期待 你们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 有没有什么期待 对不对 这就是一开始 我们要家庭角色里面 关系维系和连结的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教育保育家长的期待 他选择了这个机构 跟他背后所赋予这个机构 或者我们就讲教保机构好了 赋予这个教保机构的期待 是连结在一起的 因此在孩子在这个教保机构里面的 一切的生活 其实家长都有一个隐藏 或者是外显的 跟园方或者是机构互动当中 维系和联络很重要的线 所以这条线是让教保机构 跟家庭串联起来 最重要的是 我期望孩子在这个 教育和保育整合性服务当中 他的成长和发展 他所有的学习的生活 到底是最后离开这里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 好 那最后社区在讲什么 各位 如果各位记得 很多年前 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 我居然都完全晓不起来 他的片名 但是我 我记得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他在讲一个 一群人从小到大 然后一起长大之后 有一年呢 他们就回去看他们的老师 结果他们的老师呢 就在社区里面 要收一些特殊的孩子 遇到了困难 结果他们的学生 就一起帮这个老师 面对这个问题 各位如果 这其实是真实案件里面的 一个在电影里面呈现 各位还记得 桃园也发生这种案例吗 或者是甚至台北市 当我一个机构要进入社区的时候 社区居民的反应会是什么 各位还记得桃园那个案例 是拉布条抗议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在这边设一个机构 或者是爱兹宝宝之家 各位有印象吗 当他要进入到一个社区 成立一个爱兹宝宝之家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社区其实是不容我们忽略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也就是说 当我一个教保机构 或者是在一个社区里面 我要成立一个机构 社区的居民是如何想 或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甚至我们都会觉得 在社区当中的文化 其实是非常需要我们在社区里面 去留意的一个层面 什么叫社区文化呢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 譬如说以台北市的大安区的幼儿园 你就知道那个家庭背景的文化 是怎么样 所以家长的教育理念会是什么样子 跟我们今天在桃园复兴乡的 公立幼儿园或者是幼儿园当中 家长所想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这个社区的隐形力量 在讲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不要认为孩子来上学 早上来下午回去 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其实因为他的家庭就在社区当中 所以这个家庭在社区里面的互动 或者是所有的跟这个社区的关系 跟你们机构是有密切的关系 它不是阶段的 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有些例子可以说一下 好 那么回应刚刚柯秋雪老师的最后一页 其实最后一页跟那个Brandford Burner的生态系统图 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快的来review一下在这里 你会看到Brandford Burner更把文化这件事情 放在他的系统图里面 也就是说孩子的生活环境 跟这些社区的关系 所以各位看过去就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要从这个生态系统图里面 回到我们台湾为焦点 也就是说不容会言 融合教育或者是更早之前的回归主流 我们都是从西方国家所 西方国家的概念和做法引到我们台湾来 可是台湾在这几年 自从民国98年特殊效益法修法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视角 已经跟国际接轨了 很多的视角跟国际接轨 这件事情对于台湾来说 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刚刚秋雪老师也提到 那么不同层面的意义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其实全球化这件事情 跟在地化这件事情 是两个非常重要在教育领域里面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那么全球化的在地化 跟在地化的全球化 这两个议题 其实在我们教育的领域里面 从概念到食物是有关系的 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各位如果留意 已经有几年 十年的历史吗 十二年 已经有十二年历史的亲子文化 而亲子 亲子叫 亲子月刊 天下 有没有 亲子天下 它十二年到今年十二年 所以各位去留意一件事情 亲子天下 我自己在阅读的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也是那一年把我们的系更名为 从幼儿教育学系更名为 幼儿与家庭教育学系 我们童年 所以它创刊我们更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家庭 家庭跟孩子的关系 以及家庭跟教育的关系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议题就是全球化的议题 我们把它在地化 所以在地化的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八月要办一个国际研讨会 那么我们请国际学者来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 不同的在地的经验可以跟国际交流 所以这两个议题的衔接呢 是我希望各位我们回来再看台湾 再跟全球在地化 在地全球化这两个大的方向当中 我们来看一个全球在地化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法令 其实都是跟国际当中 不同概念的趋势的 还有做法上面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第一个来看大家看到的家庭教育法 家庭教育法很重要的就是 告诉我们这个孩子进入家庭里面 其实当年我们在把幼儿教育学系 更名为幼儿育家庭教育学系背后的家庭 我们是有很重要的跟教育的连结 就是说一个孩子诞生在一个家庭当中 所以这个本来是只有夫妻关系的人要成为父母 所以在随着孩子成长的阶段 或者说我们家庭的发展史 或我们家庭的生命史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几个角色的改变 或者是责任上面的改变 一个就是我们从配偶的关系 多了一个亲职对不对 然后我们成为亲职之后 我们有亲子的关系 然后这个孩子上学之后 我们有亲师的关系 所以亲子亲职亲师这三层关系 我希望各位可以在整个的机构 跟家庭合作当中所要留意的 我们跟家庭关系里面很重要 跟家庭一起合作里面去透析 我们在跟家庭合作当中很重要的三个面向 都是不能忽略 所以我们来看家庭教育法里面 就有讲到的第二条 家人关系跟家庭功能各种教育活动 在这边都有规范 也就是你会看到在亲职子职 他这边是讲到子职 也就是我们教养孩子 养育孩子这样子的身份跟角色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第八条 其实在家庭 对不起 第八点 第八点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很重要的家庭资源与管理 家庭是有资源的 跟机构的资源 跟社区的资源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 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因为不同的这个单位 不同的这种人和人的组合在一起 他的资源其实是会很有不同的面貌 好谢谢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我想各位也都有看过 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这就是另外一个趋势 叫做教育与保育的整合 所以我们在101年修法通过之后 我们就有幼兆法 那幼兆法当中很重要的 我们就来看一个不同 他把社区这件事情 放在跟教育的结合上面 也是蛮清楚的 我们来看第 对不起 我们来看第七十四 还有第十条 好我们先看第七条 我们第七条当中有看到 教保服务 教育保育服务以幼儿为主体 所以这边特别跟我们的特殊孩子 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公平和尊重 公平和尊重 所以不管他是族群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特殊孩子 放在叫做一个族群 因为他就是一群比较特别的 身心发展上面比较特别的孩子 所以他也是一个族群 然后第七条 请看到下面的文字 所以推动与促进教保服务工作的 为政府社会家庭幼儿园及 教保服务人员共同的责任 有看到这里吗 所以所有的从大到 从聚官到围官的单位 都出现在这里 而我们共同需要肩负的责任就是提供 所有的孩子的教保责任 好 那么我们来看第十条 第十条是一个特别的条款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在订法的时候 因为社区是分布在不同的条件之下的 地理区域的一个名称 所以各个地理区域会变成我们教育部里面 有特别提到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偏乡 第二个叫做教育优先区 那么以台湾来讲我们还有离岛 所以在这样还有所谓的原民部落 因此在第十条里面 你会看到有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社区互助室或部落互助室的教保服务 各位我非常我个人 我自己在读法的时候 或我们当时在修法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互助室这个名词 也就是说不管 其实今天虽然法令的第十条 讲到偏乡离岛或原民部落 它因为条件的特殊 所以他们可以有部落的幼儿园 他们可以有部落互助幼儿园 好 那因为就是他们的社区 部落就是他们的社区 他们可以用互助 所以上个月的报纸还特别报导说怎么办呢 这个互助幼儿园 部落互助幼儿园 没有找不到教保员 那怎么办 他们就有一个方式 他们就用部落的妈妈 组成这个部落互助幼儿园的主要教保员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他们妈妈就教孩子编织或者是染布 或者是爸爸就教打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 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特别提出第十条 各位每一个社区它的文化特色不一样 我只是举在第十条里面 我们特别会看到比较鲜明的像原民或里岛 像原民或里岛 所以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里岛 渔民的生活 渔民的社区也很不一样 跟山上果农的社区也很不一样 跟台北市都会的社区也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文化这件事情跟社区是连在一起 跟孩子的生活是连在一起 接着我们看第十四条 第十四条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key word 就是有关键词 刚刚我把藉由第十条讲到互助 我个人认为那个互助的精神跟方式 我藉由第十条 变成我这一次蛮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第十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 幼儿园它本身它会成为一个资源中心 也就是一个资源据点 其实如果我们刚刚秋雪老师所谓的翻转 我们等一下的讨论问题 我会请各位将幼儿园变成机构 如果我机构是一个资源中心的角色 其实或者是资源的据点 那么又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想法 应该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个主动性跟被动性 那个积极跟比较消极的是不一样的角色 所以我藉由第十四条 我们连结刚刚秋雪老师所说的 机构在融合教育这件事情的翻转的机会在哪里呢 很可能就是从第十四条 我们来可以做一个思考 好 谢谢 那我们就进到下一页 那么关于特殊教育法第十条 我想各位都很熟悉 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忘了列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是直接回应我们的特殊教育 现在台湾跟国际接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第十八条在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有个别化 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叫社区化 对不对 第十八条有社区化 然后最终是要符合融合的精神 所以关键词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就是社区化 还有融合的精神 那是在第十八条 那么我特别再放一个目前还没有公布的 幼儿园专业认证评鉴的草案 也就是说幼儿园要评鉴 机构也要评鉴 对不对 那么幼儿园的评鉴 其实我们在基础评鉴里面 这五年我们已经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叫做每年要定期做学龄前儿童的发展筛检 而且并留有证据 这个都要通报给公共卫生护士 公共卫生所那边对不对 要做一个筛检 这一项没过幼儿园就没有不住 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基础评鉴我们已经把这个放进去 表示我们对幼儿筛检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接着要放的是草案放在这里 因为它还没有公布 但是幼儿园通过基础评鉴的进阶 这些就是要有专专业认证评鉴 它在我们在修这个专业认评鉴的 这个项目的时候的 第类目六 我们放了这个 也就是说家庭与社区亲师沟通 亲职教育和家长参与以及社区活动 互动的这个面向 我们是放进在评鉴项目里面的 这跟我们融合有没有关系 有 非常有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家庭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 幼兆法 一直到我们的专业评鉴 各位都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就是不断出现的家庭 幼儿园 还有家庭 以及什么 社区 所以各位 今天我的讲题 其实是另外一个国际趋势 现在我们在幼教的专业科目里面 有一个必修课 叫做幼儿园家庭与社区 这是我们新版的幼儿 这个幼教的专业科目里面的必修课 所以融合放在这三个面向来讲 绝对是有它的重要连结的必要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在教育部呢 这几年有推动一个叫做友善教保服务 我们来看友善教保服务计划 什么叫友善教保服务计划呢 也就是它其实是在五月之前叫做公办民营 五月之后全国都叫做非盈利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走向国际跟国际接轨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幼儿教育公共化 或者是教保服务的公共化 好 公共化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叫友善教保服务计划当中 我们有不同的幼儿园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他们在做的非常重要 我就提出一个重点 他说呢 这个重点是非盈利 评价优质符合家长需求 而且最特别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或教育部的网页里面去看这个部分 他里面有一个编制叫做特殊教育教师 也就是说我直接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位特殊教师 特殊教育的老师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规定要收特殊的孩子 他是规定的 好 这个友善教保计划 其实我们是学国外的 这就是全球化在地化的 遗题对不对 我们学国外 所以接着呢 我就修一下 我们就进到下一页的部分 好 下一页我们来看他山之石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部分呢来看 其实友善教保员 他非常接近美国Headstar的精神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教保服务公共化的这件议题上面 我们跟美国的Headstar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做法 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规定 凡是非盈利的这些教保员 幼儿园 非盈利幼儿园里面都要有20%的特殊孩子的比例 哇 这个跟融合非常直接关系了 对不对 美国Headstar当时在立法的时候 他们就是在以社区为单位成立Headstar Classroom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叫做启蒙方案 有人把它翻译成启蒙方案 也就是说 在这个Headstar Classroom里面呢 一定要有收经济弱势的小孩 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小孩 而且他有比率上面的要求 所以这是美国 而且他非常 我把特色这些整理在这里 那重点就是跟 连结我们特殊孩子的家庭 或跟社区的关系 其实美国Headstar Classroom 它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据点 它就是一个社区里面 非常重要的资源据点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英国的部分 好 英国它就学 比较学了美国的这个Headstar 因为非常的成功 美国到现在 联邦政府的经费都仍然支持Headstar 而且它固定做追踪的研究 它有各种大型的跨州的全国的单一州的 这样子的各样的研究 来看Headstar Classroom的成效 还有跟家庭跟社区这些不同的研究 好 那英国的Shortstar也是 你看都是以社区为据点 都是以社区为据点 为什么我们会再来看 以社区为据点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呢 因为孩子从小到大生活在这里 他跟他的邻居 我们不是常常讲吗 如果你都没有搬过家 我从小看他长大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从小就知道他的家庭的发生了各样的状况 甚至三代都认识的都有可能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的生活这件事情 生活不是只有在幼儿园 不是只有在机构 他其实还在社区 对不对 譬如说社区里面 你如果常常去便利商店 邻居们就会说 有遇到你 我常常跟我的那个 我住的那个社区 就三个我们学校的同事 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看到我晚上穿拖鞋 然后边走边吃 因为我非常喜欢边走边吃双麒麟 如果你看到我穿拖鞋从Seven出来吃 那个在吃双麒麟 你不要跟我打招呼 好 因为我会很尴尬 就是社区生活是很密集 结果有一次我在社区散步的时候 我边走边吃菠萝麵包 就被我们同事看到了 然后他故意叫得很大声 卢老师 吓死我了 所以那个生活是 其实是密切在一起的 因此每一个家庭在社区里面 他的关系的建立 或者是他孩子 跟其他家庭孩子的关系 跟其他社区里面的成人 他就是存在 而且是那么自然的 是那么自然的 那到底我们可以 在生活的面向来思考什么呢 好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 到目前为止的Head Star跟Short Star 他都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幼儿园跟家庭 对不对 孩子的生活不是只有家庭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就是孩子的生活不是只有家庭 我刚回国教书的时候 我在南部 很多的小孩那时候没有上学 几个原因是 第一个是 我们没有 像刚刚秋雪老师讲 我们没有开门 给他们机会上学 那时候在所有的资源上面 也没有这么多 南部在20年前 22年前 你们可以想吗 如果有南部来的早聊伙伴 其实那时候的机构是 也是非常贫乏的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甚至开车两个小时 才有一个机构 更何况是 为雪林前孩子服务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我就碰到几个案例 就是他们因为没有机会 走出家庭 所以他们在家里面 就长到了十四五岁 等到我去家访的时候 等到那个家长 等到我去看 要怎么改变他的行为的时候 都已经非常晚了 所以那时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到一个乡下的家里 那这个是一个 自闭症孩子的家 那个母亲呢 在这个孩子十四岁的时候 请我去谈一件事情 她说 因为她从孩子出生到十四岁的 那个十四岁上 她觉得她应该要 为这些所有的孩子做事 于是当年那个协会 就在她的家庭的客厅成立 而她的家 那是她的家的客厅成为 那个协会的办公室 从一人办公室找这些家长 一起成立了一个 为自闭症孩子成立的协会 所以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坐在她家的客厅 当然我看到了她的孩子 当我看到她的孩子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孩子没有机会走出家庭 她后面的生活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她已经到青少年 她最大的增强物就是养乐多 所以当她妈妈没有方法的时候 就是养乐多 因此冰箱都是一个pack 一个pack的养乐多 而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已经完全没有一颗完整的牙齿 因为糖分太高 对不对 而自闭症的小孩 对于刷牙这件事情 实在是很难 如果从小没有 让她适应 所以各位 当她在做这件事情 而她房子的周边都是稻田 我当时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 如果她要再号召所有的 这些自闭症的家长 来成立这个协会 从她家里的客厅开始 从一人办公室开始 在22年前的南部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案例 当我在思考家庭跟社区 跟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在想一件事情 到底谁要开始 到底是谁要开始 那么今天我们放回 机构来看的时候 你看国外 他们把他们建立的 所谓的资源据点 由政府来支持 成为所有家庭跟孩子 一个非常重要 接受资源 不管是从孩子本身的 教保 教育资源 或者是家庭的支持的资源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 跟我刚刚说的 我亲身经历的 从一个家庭的客厅开始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不过台湾的现在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 在所有的机构 社区的机构里面 不管它是幼儿园 或是早疗机构 都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台湾发展到现在 是跟二十年前的台湾 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藉由 这个英国的Shortstar 它受美国Headstar的影响 在社区为据点 而且重要的是 它变成一个资源据点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 什么叫做资源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资源据点 而这个资源是给 透过这个据点 提供给家庭和孩子 以及社区 以及社区 好 所以接着呢 我们就进到我们亚洲了 亚洲的这个日本呢 其实他们很早就 家园共育的政策 也就是他们比我们还早 把家庭和幼儿园 结合在一起 我们的幼兆法 我们幼兆法 大概受了几个国家的影响 比较多 我们幼兆法受日本 瑞典 丹麦 北欧 我们受到北欧国家 以及日本 我们邻近的日本很多的影响 我们定幼兆法的时候 好 定幼兆法 反而不是美国 因为美国其实它分得还蛮清楚的 也就是说0到2就是 婴幼儿时期嘛 好 然后 2到 2到 0到2是婴幼儿 然后它3到4又叫Preschool 然后它到5岁才叫幼儿 幼稚园 幼儿园 所以其实又不太一样 可是当年我们在定幼兆法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把教育跟保育 结合在一起 那教育跟保育 非常重要的内容 同样的讲到家庭幼儿园社区的合作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欧美国家的 然后到我们邻近的日本 你都会发现社区其实是 超过我们以前所想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时候 它就会跟社区有关系了 而这个社区的功能跟资源 是我们要认真来思考的 认真来思考 跟认真的来想 它对于家庭的影响 以及对孩子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它里面就定了 它说 以社区为育儿基地的支援功能 其实就是支持功能 各位如果还记得 美国总统Clinton他的太太就是 Clinton 他也是Clinton 好 他有在 美国Clinton当选总统的第二年 他就提出了一个影响世界很大 他叫做 其实我们养育孩子这件事情 应该是叫做共育 他也提出共育 他叫做village 他是用一个村落部 就是一个village的概念 他用的是这个词 这个概念其实跟日本的家园公寓是同一件事情 各位如果还 我们讲一个事件就是那个小 两个月前一个月前吗 小灯泡的事件各位还记得吗 小灯泡事件 其实我在读这则新闻的时候 好 我可能要深呼吸一下 因为有一些状况 小灯泡事件 我在读这则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留意到的一个测 比较测旁的新闻就是 各位发生的地点是不是在机车 你离一个机车修理行不远 好 那个妈妈带孩子去接她的弟弟妹妹 然后呢就走过社区 对不对 在下坡当中 那内湖那个社区 他要去捷运站的时候 在下坡的时候 会有一个经过一个机车修理行 可是那天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还没有到机车修理行 就发生了那个事件 所以我特别看到 那个机车修理行的老板 听到呼救声 然后他拿起了 那个机车修理的一个铁制的工具 追出去 而且当时追出去的是 机车行里面的老板 跟他的兄弟有三个人 跑出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特别看到 那个机车行老板 他在记者访问他的时候的一个表情 他只讲一句话 他说 来不及久 他很 就是 很复杂的心情 就是说 来不及久 这样 然后那个表情 站在那里的样子 可是后来这小灯泡的妈妈 还是存感谢的心 谢谢他们 当时有冲出来 对不对 好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位其实社区真的重要 真的重要 我以前在南部教书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就讲到说 有些妈妈就来问我说 老师 我要不要让我的孩子 在青春起来之前 就先做 譬如说 嗯 对 结扎 因为他说他们太担心 在社区当中 如果这个孩子拿了糖果 就跟人走 然后呢 就有一些事情发生 那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社区这件事情 跟孩子的生活 真的非常有关 我曾经在新竹 有一个案例 就是爸爸是智能障碍 妈妈也是智能障碍 所以生了小孩都智能障碍 结果孩子就 哥哥跟妹妹就生了小孩 也是智能障碍怎么处理呢 最后也是邻居通报 好 邻居通报 所以才可以有社工的介入 不然这整个家庭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社区这件事情 OK 好 我就是要讲 社区是育儿基地的支援功能 跟支持功能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要认真的来思考 认真的来想 好 以社区为据点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应该是认真的来思考的 OK 好 接着 那么我刚刚有提到 资源据点 这个关键词 或者社区是一个资源中心 这件事情的 这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怎么来 套一句台言常常讲的词 就是我们怎么来盘点我们的资源 好 那我会认真来想说 我们社区的资源到底有哪些 好 大概我们如果从一个机构的角色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三种方式 这是我们通常用的三种方式 来了解或者是来盘点 或者是我们来整合和分析 我们的社区资源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直接调查 直接调查 那从机构的角度你们可能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设计一些问卷 或者是你直接就是踏查社区 了解这个社区 如果你在这个社区里面 已经是很久的机构 那当然很可能你们就会了解比较多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新社的机构 你可能真的要去分析一下 这个社区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资源 可以提供给我们机构里面 比较方便的来连结 或者当我们在想到融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社区当中的幼儿园 它到底是哪一种课程取向的幼儿园 或者是它对于这个经营者 它的理念上面 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了解 或者是它过去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结合 在机构融合交易也好 或者是跟家庭的这个合作面向上面的一些资源的连结 所以直接调查大概我们都会用 比如说问卷啦 踏查啦 直接去访问啦 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经验 我们其实很多经验在做这些事情 不是只有机构在做 比如说我们要买房子 我们要租房子 你们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会对不对 你会看看周遭的环境有哪些 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 附近有没有医院啊 附近有没有邮局啊 银行等等 这是直接的调查 那间接调查在做什么 间接调查你可以透过家庭 再去问 也就是你可以透过你所认识的人去问 那你就不是直接的去讨查啦 访谈啦 或者是请他们填问卷 那我们通常做的是多元 也就是说我把间接跟直接是结合在一起 我来了解这整个社区的样态 好 那么在了解之后很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是机构为角色的话 他其实刚刚其实秋雪老師也解答 我非常喜欢桥接这个词 也就是说桥是连接两端的意思 所以呢 我觉得机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 他要桥接不同的面向 包括家庭 社区中的幼儿园 甚至里长博 我都觉得非常重要 我觉得里长办公室很重要 里长博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样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桥接这个词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 不同端点的联系跟整合 好 不同端点的连接 然后其实在这里你看 互利这个词又出现 就是跟刚刚我所提到 我很喜欢互助式 我觉得人跟人的群体 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 其实人跟人在谈合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一个双赢或者是互利或者互助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建立起来 你才能谈合作 合作是更深层的 譬如说合作最后的效能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互利互助是很开始很重要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立基点 然后最后才能谈到机构 在有桥接的角色之下 整合分析整合资源 然后我们能够互利跟互助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最后我们才能够将我们的资源能够透过两个动词 一个叫汇集 一个叫书籍 先有汇集 分析跟汇集 我们才能够往外的书籍给家庭和孩子 以及在社区里面不同的幼儿园或者是所谓的早疗机构 所以这是我大概整合在整个 从全球在地化 在地全球化的聚观视野聚焦到我们台湾 在我们透过法令来看 我们融合或者是在融合当中 社区化融合精神的一个整个的报告 好 谢谢 谢谢卢敏老师跟我们讲解这个社区跟儿童